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会走丢呢 她弱智 小时候抽风抽的 精神有点稳 对 那您怎么收养她 刚结婚能有半年吧 在母婴后车室捡到这个孩子 火车站 母婴后车室 对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一个小布袋包着她 我在后车室里捡票发现她了 那咱她才几个月 当时还不知道她 不知道她有问题 有问题 完了我就领到家 那您爱人同意吗 我爱人不同意 您当时自己有孩子 没有 我刚结婚半年 那您是因为没孩子 所以想抱她回来 不是 但是按道理来说 应该先送去福利院 福利院那咱 我也捡过送过福利院 送好几个 这个呢 我就瞅她挺好玩的 我就心着 咋好玩呢 她胖得糊的 我就心着养她吧 所以您就把她抱回家了 然后家人反对 你怎么办 哎呀 别提了 跟我爱人闹的一场 都要离婚了 那为什么呢 她就不要不同意 考虑我吧 岁数小 现在咱刚结婚 才这么点 岁数小 那您送福利院呗 那不想送 为什么呢 我瞅她可怜 就是你喜欢 你对上眼了 对吧 对 那就是不顾着反对 就留下来了 对 养这孩子容易吗 不容易 要我母亲就说我 这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把这孩子养大的 养这个孩子 我付出了 很多很多 没成想她能 有这种病 什么时候发现 丁生日以后发现她 瞅她的眼神 说话各方面 都不行 完了我就领她 宰单哈尔滨看了 各大医院都看了 她老抽风 先天脑上发育不全 医生跟你这么说 你内心有没有判断 这个病将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孩子要继续抽风的话 就是脑袋就是 就是上司劳动力 和各方面的智力了 就是将来永远 可能需要人照顾 对 你不怕吗 我也想过 抱到那个福利院去了 把大门 我不想进 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 有感情了 有感情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一舍不得 你得付出好多啊 无怨无悔啊 一直到现在 就行了 就行了 接着 伍工 就行了 行